室内都会中暑? 炎炎夏日应对指南 炎炎夏日除了为大地带来雨水 也带来中暑的危机 面对户外赤热的阳光和高温 不少人都会准备各种法宝防中暑 水、风扇、冰巾、帽等等 但就算身处于室内有瓦遮头 也有可能出现中暑 中暑是一种常见的热伤害 身体的温度调节系统完全失效 部分体内的机能开始停止运作 常见的症状有 体温升至摄氏41度或以上 皮肤干热泛红、无汗 如果正进行体力活动可能会有汗 脈搏急速、神志不清 全身净烈、甚至昏迷、致命 虽然逗留室内避免太阳直晒 但高温、通风、湿度 亦都是出现中暑的因素 铁皮屋、太阳西斜 及有落地玻璃大窗的建筑 由于使用了难散热的材料 甚至可能造成温室效应 室内温度大幅飙升 单靠开窗、开风扇 未必能够有效降温 在室内即使坐着不动 亦都有可能引致中暑 逗留在昔时的车厢 亦都是中暑的高危点 即使只是短时间 亦都需要开窗通风 而短时间在户外和冷气房之间进出 亦都会引起热疾病 因为身体未能适应快速的冷热交替 可能会出现头云头痛 虽然大多不会严重到中暑 但仍需要提防 另外要避免饮酒、咖啡、茶等等 含酒精或咖啡因的饮品 因为这些饮品带来血水作用 体温调节机能较弱的人士 如长者、儿童、长期病患者 过重及肥胖人士 以及需服用某些可影响体温调节药物 例如精神科药物 血管收缩剂或力尿剂的人士 中暑风险较高 需要多注意饮水和降温 如果怀疑有人中暑 要立即打999召唤救护车 而来患者致阴凉处 用湿毛巾帮他抹身降温 或在他身上洒水 切勿用酒精为患者抹身降温 如患者清醒 给他饮水以补充水分 大家亦都要留意天气 调整活动 避免中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